爱好好听 爱的练习曲 亲爱的爸爸妈妈 在美国有一个大学的美术馆里面 有一个艺术实验室 里面有很多的美术用品 让孩子可以尽情的创作 某天有一位妈妈 带着一位三岁的女儿去美术馆 这个不到三岁的女孩 很认真地在画她的水彩画 当有一位工作人员经过的时候 这个小女孩很得意地拿起她的画 问问那位工作人员说 你喜欢我的画吗 这位工作人员毫不迟疑地回答 问题应该是你喜欢你的画吗 这位小女孩突然被这样反问 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才开始很兴奋地解释着 她为什么选用了这些颜色 并说明她的图画里每个角落的细节 这位妈妈一开始在旁边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位工作人员不能直接给予一位三岁小女孩称赞的回应 说哦很漂亮之类的 但因为她有学习成长思维的概念 才明白这位工作人员调整了她女儿的问题 反倒引导孩子从向外寻求称赞 寻求肯定 转向从内在自信的分享 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投入与努力 帮助孩子进步 看见自己的能力 亲爱的爸爸妈妈 许多华人家长都担心称赞会让孩子骄傲 所以就避免称赞孩子 但无论大人小孩 每个人都在寻求归属感和价值感 像刚才提到的小女孩 她借由询问他人是否喜欢她的话 来获得接纳与肯定 不过称赞通常着重于个人的特质 才能与成果 像是你好聪明 你数学很棒 你好有天分 强化了成功的关键在于与生俱来的能力 不是透过付出与努力 称赞的长期结果可能会让孩子变成讨好他人 仰来他人的评价 在得到他人肯定时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 同时也容易落入固定思维的模式 我成功是因为我聪明 我失败是因为我不聪明 避免接受挑战 以维护自尊 错失了体验与学习的机会 而借由鼓励来表达我们看见孩子的贡献 努力与改进 像是谢谢你主动来帮忙 你的成绩反映了你的努力 看得出来你很享受做这件事 我欣赏你用不同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借此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与意愿 引导孩子重视内在的自我评价 理解自己的感受与想法 体验和欣赏自己的努力 以及改进的成果 尽管没有得到外来的称赞 仍然知道自己的贡献与价值 由内而外的散发自信 面对挫折 能有良好的复原力 不断地从错误中学习 让我们一起练习对孩子说 亲爱的宝贝 你觉得你今天怎么样呢 是因为别人对你说了什么吗 那你怎么看自己呢 我们都好希望可以得到 别人的肯定和称赞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能够享受我们喜欢做的事 看见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从错误中不断学习的勇气哦 爱好好听 爱的练习曲 邀请您一起为爱练习 陪伴孩子 谱下幸福成长的神律 我们下次见 亲子疗愈与录 鼓励可以激发孩子的 学习动力与意愿 重视内在的自我评价 体验和欣赏自己的努力 以及改进的成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